来那个丽马辣子 请讲 哎 英哥 英哥 说 能听见吗 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患者 我来接受治疗了 这个我想聊一下那个国内 就是村内教育问题 你说我今天聊吗 能聊 别太敏感 就是那个中考分流的问题 就是我想问问你对这个问题 怎么是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政策 非常好 早发现早着聊 那是今年 就是他那个分流的比例 是改回了就是分流之前的这个比例 高了还是低了 从553改成73分 就是而且他这个 谁期谁散啊 高中期那个中专散 然后呢 然后这个我是觉得这个 我也觉得这个政策是挺好的 但是他现在执行下来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中专 就是我家有点紧张 我今天 今年是我弟 今年中考 他是 他是考不上高中 然后 现在我家的 还有这个问题其实挺普遍的 就是这些考不上高中的 他们都是宁可拿钱去读私利 也不去读中专 这个是 就是 我家里的 就是我爸的想法是 因为中专里面很乱 就是虽然我弟 可能是笨一点 不是什么坏孩子 他觉得可能 一进那个 就是一进到那个地方 就会学坏的 所以我问你 你大概说的东西我能听懂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是政策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 就是政策是好的 但是中专的这个管理 可能是不是要加强了 中专的管理哪差了 所以导致70%的人 回去念高中 跟中专管理有什么关系 比如你弟 就是水平不行 硬要上高中的话 他跟中专管理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 不是说水平不行 硬要去上高中 是因为中专 他那个环境太差了 是觉得中专环境差 对 怎么个差 你能说一下 他们都有的特征吗 就是 不学习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哥们 你是嫌黑人太黑了 我说的没错吧 咱不歧视的时候 你嫌黑人肤色太黑 你说不学习 就学习的话 他会去上中专吗 这不是重点吗 就是我弟这个人 你这是嫌糖田 嫌那个严嫌 你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学习不好 才去中专的 学习好的话 那你回头你到 中专不学习 没错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 就是学习这个事来说 他环境其实挺重要的 环境是 那我这么问你 你们这种人说 说这种话的人特别自私 我这么问你 是不是环境 如果班机里面都欣欣向荣的 每一个学生都是属于积极学习的 那这样的环境 对你来讲 对你也是个好处 拿官你是个差学生 对你也是一个好处 最起码 你能比那些班里面 一个不学的强 对吧 对 好 凭什么你这么自私 要做班里面那个不学的 然后别人带着你走 凭什么别人当大腿 带着你走 为什么别人 要在那么好的班机里面 享受你这么一个差声 还硬要拉着你 你在拉低平均分的时候 你没责任吗 凭什么都是好学生 把你配到好学生里面 然后这时候你才舒服 你是坏学生 给你分到这个 学技术的不学习的地方 你要抱怨这个环境不行 可你说你是地球中心的 你第一是银河系 你第一是太阳 不不 其实我的意见是 我想让他去上军队 我不想让他去 所以不要抱怨学习环境 你要谈国内这个教育 中国教育最公平的地点 就是哪呢 就单纯看分就行了 感谢紫棋的跑车 兄弟们给那个紫棋电影关注 小八 小八他们他们家一起的 那个什么 一起的那个 包括歌手唱挺好的 就是我跟你说个 非常简单道理 就是你如果学习不好 我们从小时候就讲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就早就有概念 你只有学习才是向上 你不学习 你说我学个技术 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你不饿死 但是你要做 你在你在说的是什么 是我选择不好好学习 但能不能让好学生 带带我凭什么 好学生该你 你爸是校董 你家私立学校 你爸你爸是校董事长 不是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挺多的 因为我弟他同学 多多 感谢小八 小八的那个啥 带你去海边 什么的 你俩一起呢 小八 小明小八 我粉丝上怀河抓你了 注意都抓紧跑 买套潜水设备 有粉丝上怀河抓你了 就是我告诉你一个 我告诉你一个 我认为这种道理 我就是中转毕业的 我上的就是中转 我知道中转的那种乱和差 差在哪 因为他有他的特性 特性就是 就是学习不好的人 我们去的中转 那为什么学习不好 你干嘛了 你天天看书说 你导致学习不好吗 不能吧 所以他的特性表现出来 就是啥呢 用老实话说 学生都非常的活泼 过分的活泼 那可能是你 你嘴里面某种意义上来讲的 坏学生 但是他耽误我毕业的时候 我考试的时候 我考 我考影视表演啊 2005年的时候 全国专业驾驶 影视表演 我考沈阳师范学 正经全国第一 他耽误我专业课差吗 不耽误 如果你就算学个气球 你学个数控 你也不耽误你专业 做的牛逼 老师会给你推荐好的工作 你还是有出路的 但是你抱怨 为什么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 这个东西 你完全多于抱怨 因为你就是学习不好的 你要是学习好 你会去中专吗 没错吧 那就是针对 针对我家这个情 就是现在是我和我妈 都觉得就是 就是别去私利了 就是没那个必要 就不是那块料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一问题是上中专 与你自己甘心与否 第二个是与父母 甘心与否 父母愿意让他上私利的高中 不愿意让他在中专里面 可能是出于因为 中专里面的这些学生 学习氛围没有那么浓郁 咱们可以这么说 文明一点吧 对不对 那学习氛围没那么浓郁 你上私利高 什么样的人去私利高中 是学习氛围 更浓郁的人吗 还是也想上高中 进不去的人 就是很多都是 就是我弟这个情况 那如果很多都是这情况 你都是你弟这个情况 那可以这么说 我说抱歉 都是过分活泼的学生 那怎么 那怎么能够 让他感受到更好的环境呢 只有好好学习 说白了 他还有一次机会 就是啥 中专毕业的时候 还能高考 就算考个大专 专业能升本 他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现在已经意识到 已经意识到了 你说 既然我学习不好 那我也去不了那种 都是好学生 拉着我这个坏学生的 这个拉着我往上走 我也去不到这个环境了 现在给你重新来一次 来过一次的机会 你中考考的不行 你还能高考 高考考的不行 你还能专升本 你还是有机会 一共累计 给了你三次机会 都把不住 就别处理怨天尤人 没错吧 嗯嗯嗯嗯 那就是再问个问题 就是像这个情况吧 我我跟我妈 应该怎么去说服我爸 让就是不要花这个钱了 你那你就你就问你爸 你说你你就你问你 问你爸 你说你设想一下 在私立高中都是什么学生 能考牛比考重点重点高中班 那个学生会比中专的 一定比中专的强吗 我跟你这么说 传统概念 我不是说给有嫌有罪论啊 传统概念里面来讲 真正的坏学生 难摆了呢 不是家穷又活泼的 是家有钱还活泼的 总觉得自己家里面 有俩逼子 我不学习也行 我可以胡作非为 穷孩子顶多是逃个课 顶多是不认真学习 他没法胡作非为 所以你要论环境的话 你去私立高中 如果那个高中 真的是以学习为著成的 那也不错 如果那个高中 都是上不了 上不了正常高中 才去的私立高中 花钱就能进的私立高中 那进去的学生 都觉得自己挺牛逼 都不是成绩很好的学生 就是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弟弟吧 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你明白吧 所以你不希望他好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你说这个东西的重点是啥 那不也是亲弟弟吗 就是当初我中好的时候 同父异母叫不叫亲弟弟哥们 就是我觉得 关系要差一些 没有我表哥 如果同母异父叫亲弟弟 同父异母不叫亲弟弟 在你概念上 就是其实没什么感情 就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收养 算收养的 收养的 不是你收养的 就是他我上大学那年 他他妈妈那个去世了 然后就现在在在我家 等会儿他是 这个情况 他是跟你爸爸是离异家庭的弟弟 怎么算的 你俩谁先 不是 我先 我爸这个 婚内出轨 等着省着他 他就 然后 他就总感觉 这个有点 怎么说 就是亏欠这个孩子 就是说 上不了中专 我给你拿钱 你读私利 这种 上不了中专 拿钱读私利 所以你的想法是啥呢 拿这个钱不值 让他混进去 我当时 我当时是中好 没考好 也没说给我 我当时拿 当时我们是能拿20万 去我们那个 我们是最好的 那个高中戒毒 我当时考虑 我们是第二的那个高中 当时也没给我拿这个钱 凭什么他来了 他 你今年听着岁数有大了 他就拿这个钱了 我98 98年的 其实98年的 不应该还这么啥了 因为你都已经 你都已经那个 两个本命年都已经过了 对吧 就是98年的 不应该这么幼稚的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听我跟你说 在你随着你的年龄成长 你所见的人群和接触的社会 会越来越复杂 会发现很多 除了利益以外 或者是包含利益在内 又说不清楚是利益 还是单纯的交情的朋友 这些圈子 会让你意识到逐渐的意识 尤其到你40岁50岁时候 越发的感受 都不如亲人亲 就亲人小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么烦 你这人嘴脸真差 到最后都不如亲人亲 尤其是我其实没到那岁数 五六十岁的人是最有感受的 就年轻的时候 就包括我妈也是 不管咋地 亲弟亲哥哥 他也好 闹也罢 到老的时候都不如亲人亲 你俩这个关系 是比任何什么商业上朋友 什么你处多年的哥们 比那个都要亲的 你只是跟他合不合的来的问题 你明白吗 确实有很多亲人坑人 坑人是能坑到你最深 因为朋友坑不了你那么深 但你不能说亲人没坏人 但是亲人的亲的程度 肯定是要比朋友亲的 明白吗 我妈态度当年打的头 头破血流 正是正儿八经 跟我大舅打头破血流的 我私底下骂我大舅的话 我妈还是会打我 现在他们都岁数大了 年轻人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荒唐了 混成啥样 也给你最好的回应了 开始也开始念亲亲了 大姐二姐的 老舅大舅的 对吧 我告诉你 等到人到老的时候 肯定还是会认这东西 所以说我劝你 年轻的时候 我不是劝你对他有多好 我劝你年轻的时候 不要有这种想法 因为到最后 你还是往回走的 自己扇自己巴掌 明白吧 朋友这东西 真是不联系就不联系了 亲戚这种 到最后年老的时候 还会走到一起的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这东西 就是你说亲戚 啊这我大姨 这我二姨 这我大姑父 可能还差点 他那是弟弟 亲弟弟 他那是亲弟弟 他差着事呢 他跟你们以为的那种亲戚 什么你家坑你的心 不是一回事 那是亲兄弟 这个直播间 说这种话 得不到公民的原因 是因为你年龄都不够 都是三十多岁 你们看四五十岁 看五六十岁 看的少 到最后还是亲哥俩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劝你年轻的时候 不用那么大防卫之心 你家也不是什么威蝶波爵 分什么家产的 再说你也不入社会了 你对他不要有 不要有那个什么 你还是为你为他好去 就到有一天 我跟你讲 反正我做人的原则是这样 你九八年应该也是说虎的 大家应该很多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性质上面来讲是这样的 我这人追求啥呢 追求有一天 如果跟谁翻脸了 他啥毛病挑不出来我的 当年坑我的 让我上中专 说上家里别掏钱 这东西就是你一辈子的污点 哥们 这是你一辈子的黑点 就以后你以后你俩子孙漫堂的时候 他跟他儿子说的 和你跟你儿子说的 完全是两个版本 你只能靠撒谎 你问心有愧 应该是86年了 是吧 对吧 所以说我建议你 就是别 咱不吭他不坏他 你还得鼓励他 上中专也不是没有 没有机会再去竞争 就算考过大招 还能专身位 对吧 你他能不能考到 那是他的事了 你就 你就真的是打心眼里 觉得他就是个废物 他根本上不去 也没所谓 但你话不能那么说 对吧 还是对他好一点 对对对 我建议你对他好 嗯 好 好吧 谢谢你 好了 也不是对他多好吧 就是我那意思是最好 最少别坑的 最少就是你 至少不坑他嘛 告诉啥是好道 好